體驗古早做櫃蝶還是很熱血的事情 不只穿成農村婦女好手藝 過程中大家開心討論 也讓親子感情更融洽 對年輕一輩來說是相當難得的體驗 沒有 很新奇 感覺很好很快樂 很好玩 感謝這個設計辦給我們這個機會 辦這個活動給我們親子這樣子 輕微的地方來付出 如果是這樣 讓整個地方增加無藏的生氣 從這時候來期待我們的社會理事長 繼續讓我們南村的福氣 永遠的存在 活動現場還有農特產品展售攤位 提供民眾們品嘗選購 希望推廣在地特色農產品 並結合當地牧生昆蟲博物館幾乎跌生態 發展無獨產業生態樂活農村 因為我們南村設計不是只有推廣 我們南村設計的農產品 我們要把整個埔里的農產品 我們都一起把它推出去 都是無獨的 然後他們自己所做的超健康的 因為我們南村也是要推無獨的 無獨的然後生態的這樣子 是樂火的社區 議員吳國昌表示 南村設計綠美化工作成效卓越 成功吸引相當多的蝴蝶罩榜 也形成該社區的特色 活動中結合南村生態及人文資源 才獻出優秀的農村精神 大家都是在一間 真的融洽 溫暖的氣氛 之下 共同來發揮 就能做過的這個 idea 而且 對他們的蝴蝶的保護 他們也想要再現風華 讓我們這個南村瘦漬活肉 活化 更有朝氣更有活力 創造一個真正有水準 真正有來 和社區 社區就是一個大家庭 這樣 家的真正溫馨 大家都當作大 當作出國人 當作一家人 把社區當作家庭來建設 他的氣氛就很好 大家也很好 此次活動是水保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的執行項目之一 期望透過社區自行辦理行動工作坊開示 讓社區居民了解 並參與社區議題的討論及操作 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與凝聚力 民意新聞宏以倫 玻璃採訪報導